2月5日消息,中国台湾经济日报科技新报称,华为正秘密开发全新三折屏手机,目前已经为此开始了大举备货,预计最快将于今年二季度面试,由于转轴是折叠机最关键零组件,因此消息称华为扩大了对中国台湾轴承双雄照例和富士达的备料订单,使得他们或将成为华为三折叠屏手机的大赢家。 此外,面板厂商也将会直接受益,据介绍,这款手机可能会采用Z型或S型形态,折叠后的手机屏幕尺寸与一般智能手机差不多,约为6.4英寸,而华为这款折叠屏手机的面板供应商可能是京东方。 查询Trendforce数据发现,去年的折叠屏手机的出货量仍不及预期,仅有1570万部,未能突破1600万部大关。 分析师预计,今年需求量可达1770万台,同比增长12.3%。 美联社还报道称,华为去年起,就以联合供应商全力研发三折叠屏手机。 目前,该产品已进入最终设计阶段,随时可进入量产阶段,最快有望在第二季度上市。 消息人士透露,目前市面上的折叠屏手机多采用16,9或18比9设计,折起来变成正方形。 3折叠屏手机则采用28,9或18比9设计,折起来变为4比3,让用户有种,折起来是手机,打开是平板的经验感。